后面的大部队过来了 肚子都饿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来喂鸡 所以到了这个时间看到人之后 这个鸡都从这山里面全部跑出来了 平时的时候白天全部躲在这个树林里面 根本看不到 这个小汤是前段时间挖的 这个水汁还行 但是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下雨吧 这边的水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那上面一点点 那个水已经开始变绿了 这边这个水很肥 上次把这里面放了鲤鱼 鲤鱼 放了很多条小鲤鱼 还有我们这里的小杂鱼也放了一些 但是现在还是没看到有死鱼 这边这个水养鱼还可以 不知道过段时间这个水汁会变成怎么样 估计这么肥的话 可能鱼受不了吧 怕就怕这个水上面长一层 那种绿色的像青苔一样的那种东西 把这个水面盖住了就麻烦了 现在这两边的水草也还没长起来 估计还要想点办法 要把这个水值把它保护好 不然到时候就变成个臭水沟 那就麻烦了 现在温度机可能不动增氧吧 可能说不定过段时间这个温度高了 烤鱼要不要装一个太阳能的增氧器 让它有白天有太阳的时候 自动给它加氧就好了 这个山顶上就是这么麻烦 没有活水 只能靠下雨来积一点水 这段时间天天下雨 差不多下了半个多月了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把这个水值保护好的 下次准备再放一点那个白脸跟大头鱼 不知道要放多少条 不知道那个潜水的能力怎么样 因为这个鸡太多了 这有些鸡粪呢流下去了 我估计这个水长鱼还是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这个水养出来的鱼好不好吃 像这里就可以看到肉眼看得很清楚 这上面一点点水要绿 下面的水就要黄一点点 要清澈一点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大家到下面评论留言 好了 谢谢 先给你 content 好